好 继续来看到OK中讯从2017年就开始着手办理OKRUN 看见台湾每10年的计划 在寻找路跑的场地过程当中就发现了 台湾有许多欠缺资源的原乡部落 这些原乡的教育就业以及观光的发展 急迫是需要受到社会的关注跟支持 所以透过路跑让大家看见原乡 21号特地是前往玉里镇公所来拜会玉里镇长龚文俊 提出能够跟公所合作在193县道来办理这场路跑 那么龚文俊也说希望能够结合地方的观光农特产品 让活动是更加有意义 OK中讯从2017年开始着手办理OKRUN 看见台湾每10年计划 在寻找路跑场地的过程中发现 台湾有许多欠缺资源的原乡村落 这些原乡的教育就业以及观光发展 急迫需要受到社会的关注跟支持 所以透过路跑让大家看见原乡 21号特地前往玉里镇公所拜会玉里镇长龚文俊 提出能够与公所合作在193县道办理这场路跑 郭文俊表示希望能够结合地方观光农特产品 像是农产 稻米或是农友也加入 让活动更加有意义 所以现在很期待 那边现在游席夫 游席夫国界大师也在那里 然后他们那个大脚印 之前齐柏林的那个大脚印也在那里 所以那时候九月份有风延季 有金针花季 正也是文旦出产季节 那你跟产业是整个是结合的 所以那个一加一 那不是一加一啊 那个可以说九加一变成是十前十美 那现在就是你们怎么去改 这个路线到底是不是一定 课里面这样我们讲的 那个叫产业加年华 那个时候刚好都可以配啊 OK中旬表示 预期活动日期办理在9月份 不仅有秋收美景之外 还有部分的部落风年季 也还在进行当中 让来参加路跑的跑者 能够更加认识玉里镇之美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